他根據法律 第一 《關麗法》就是蓬佩奧 他講的那句話就是開了個門 因為《人權與民主法案》說了他每一年要檢討 好了 那個檢討他一路拖 拖 拖 他頭一個報告是要半年內比 他一路拖 拖的原因就是他知道你了 就是說做情報的人知道了 一早知道你這次開兩會勢在迫行 有些事情對他不利 所以他一路都不出過報告 直到你正式出了 顯有眉目了 在你頭半日之前我就在美國出手 出手的意思就是告訴你香港已經不是他們 就是說一個字是reasonable man 就是說一個有充分分析能力 是一個常理 一個有常理的人都知道香港沒有了一國兩制 一沒有了一國兩制 即是不能夠自治 他就啟動了這個門 那門就是交了給他 因為上一次他參眾兩院通過這個《人權與民主法案》 已經授權了給總統有權去重新檢討了 重新檢討就是這個1992年批下來的那個《關係法案》 還給不給呢 如果不給 第一就是說 那就是說我當你香港是等於上海深圳那樣 那你就不會有現在 譬如過去一年1月15日 簽了那個中美貿易第一階段所有的法例呢 就是說收開你的稅那些都要在香港收益 那你變成了你中國本來用香港來過渡 就是偷竅說 當是香港出口 轉口來香港出口 你就沒有了一條竅 是不是 那它就要堵塞這個漏洞 好 第二樣東西 它不會害你香港的 它只不過是想利用香港這個特別關係法 令到你內地的那些利益損失 那這個引起利益集團那個蒲頭出來 去檢討一下現在這個政府 是不是代表他們的利益 引起他們的內控 人間的問題 人間的問題 卻堅持一票 因此分解讓我們去的 各種詢問 的這個問題 人間的問題 為何不受到辪人 現在的問題 我們一來有一個消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